我们知道这是古理 知道就好了 那现在供养呢 最重要的是修行供养 我们把金利斯听懂了 听明白了 真正去照做 这是真供养 这个供养的意义 超过财宝太多太多了 因为我们希望佛法能够兴旺 兴旺要靠我们修行 修行的人越多 佛法就能兴旺起来 这个供养再多 佛法兴旺不起来 昨天我们已经修过很多了 今天我们在借着学第四条 忏悔业障 忏 凡羽 拘云 忏慕 我们中国人 喜欢简单 不喜欢麻烦 尾音就省略掉了 忏慕我们就用个忏 你看佛陀耶 我们用一个佛 后头两个字省掉了 菩提撒土 我们就用菩萨撒土省掉了 这个是印度人不怕麻烦 中国人喜欢简单 你看到什么地方 要涉及当地的状况 涉及当地的人情 就会受到当地人的欢喜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该省的要省略掉 印度话叫参谋 翻成中国意思叫悔过 叫华言悔过 惊认忏悔呢 是华反坚举 这是翻译 这个名词 一半是凡语 一半是中国词 名词就是忏悔 是华反 惑议 未知忏着 沉落先醉 回忆着 改往修来 这将忏悔 他的含义 凡于参谋 这个意思是在大众 或者对着老师的面前 把自己做错了的事情 能说出来 这叫惨 跟中国的悔意 意思相通 但是在 仪式上 不太一样 离开